我覺得大媽都是複製人 喔 欸 複製人 小瓜奶奶 複製人 妳今天是馬型 真的好白 真的欸 真的會掉牛嗎 上 水果奶奶 我真的很時尚 吃點阿嬤的感覺 好像欸 這個 我不想奶奶 小瓜奶奶也OK 小瓜奶奶 大媽呢 都會懶醬的捲髮 懶醬 我還嚇一跳 欸 妳還很像 去拍照 去拍照 妳轉過去就是嗎 妳轉過去 對啊 怎麼會有我的照片 你們背影嗎 你的合照 不是 我跟妳講 妳知道阿 阿嬤 我今天去郵局 去郵局 我跟妳講 阿嬤最喜歡穿一模一樣的 這個羽絨大衣 這個羽絨大衣 一定是要去那個菜市場買的 或一些評價服飾 評價服飾 標準配備 而且他們顏色最喜歡選這個 紫紅 紫紅 一定要正紅 紅色黑大版 我覺得分不出來兩個是自己的媽媽的 因為我媽媽最近就是冬天 就會很冷 就會穿這種 一樣的這個阿嬤的這個羽絨大衣 而且 阿嬤我不知道為什麼 就是到了一定年紀 他們都覺得 要剪短髮 他們覺得長髮不好穿 沒有 對 要燙卷 對 因為媽媽她就有一個 一個觀念 就是我到了這個年紀 我應該是符合這個穿著 是… 所以他們就會去固定的菜市場 或是一些固定的品牌 因為那個店 它賣的就是這些東西 就是冬天就像大家七小瓜說的 就是羽絨外套 紫色 暗紅色 對不對 比較沒有那麼冷 那就可能是背心 而且他們會用標準的配備 除了穿那個外套 只有他們帶著那個包包 就是 比如說後背包 它會往前背 或是車背包 它也是會往前背 它在搶 它在搶 它在偷鞋 因為拚腰包 不管那個包包是背左背右背後 它永遠都是在前面這樣子 比較好拿東西 就往這樣移 對 這樣子 光說不戀 我們找一位來試試看 好啊 誰 我們來四個人 我們看誰最符 我剛好這裡我跟你說 有對 這個顏色厲害 羽絨外套 這個太時尚了啦 阿媽白 羽絨外套 哪有這個包包 這個太時尚了 我們來選一下好了 我覺得這樣會得罪人 我們用點子點筆 對 四個人 來 重新老婆也開始點筆 看點到誰 就是誰來表演這一套服裝呢 好 謝謝 好 好公平喔 好公平 超公平的 西域 他沒有故意連到 他沒有故意連到 來 請看 好適合去教鋼琴 背包要前 要前背 欸 辣 好辣 真的喔 這是紅色的 你這裡的 今天菜車的人這麼多 你穿得要更好 對 這樣喔 你要接妳孫子 接孫子 對 今天那個褲子菜 漂亮 不錯 因為最近菜都起床 我才有送蔥嗎 有啦 你最近有去跳拖舞嗎 沒有啦 我抱歉而已 你說不抱歉而已 你不要那麼配合 你不是歐巴桑 我為什麼要跟你配合 上的樣子都出來了 沒有 我偏一講 假如只看上半身的話 好像有一點被這個羽絨衣影響 但是因為他腿真的太漂亮 腿跑出來 下半身的話就就是有加分 憑什麼說我們 你們這些阿伯 上了年紀也是都是吊嘎 然後短褲啊 而且假腳脫 假腳脫 是不是 沒有 而且我覺得這個 我們歐巴桑這樣 不是 台灣的 台灣的姐姐這樣穿 熟女啦 是一種時尚 因為你看我們去菜市場 就是要融入在地人的生活 你去菜市場穿這樣 大家就有一種團體的感覺 就會覺得說我是港國的 算比較適合 對不對 團體力量大 不瞞你說 這一件是你媽媽拿出來的 還給媽媽 對啊 桃紅色其實是滿必要的 對不對 桃紅色的感覺 因為為什麼 因為今天西田就穿桃紅色 對 必備 很好看啊 很好看 而且還不知道阿嬤的衣服 很活潑的顏色 阿嬤的那個羽絨衣 都是一條一條的 那個菱形的格紋 菱形的 妳自己就穿那樣 菱形格紋 紫色 然後就 妳也超級上 FILA的新款 冷靜 OK 我們繼續來聊 國外的呢 金老婆也韓國的會複製人 我跟大家報告一下 你看 這是我們韓國 韓國就是網路上就是 韓國大媽這樣子 阿嬤的那個畫面就畫出來的 是真的喔 是 就是捲捲頭髮 就像那個 小西瓜 就是長的 就是 小西瓜 小西瓜 小瓜 小瓜 她是哈密瓜 她叫哈密瓜 哈密瓜 她叫哈密瓜 哈密瓜 都可以啦 只要是瓜就可以了 小瓜西 然後呢 你看喔 就是 而且他們戴帽子呢 一定會戴那種 就是不會就是全 不會壓到 一定要就是 對 一定遮陽帽 就這樣子喔 然後就魚籠外套 就是像那米其林的那種魚籠外套 然後就是菜 就是因為韓國就一定要就是買菜 就是一定要買菜 所以就戴菜籃啊這樣子 對 菜籃很重要 一定要輪子 但是 可以脫的 不然拿的會太重 對 但是這個 畫跟那個實際上是不是真的呢 我們來看一下 這是真的喔 這是連續 韓劇裡面的 我把韓劇裡面的就是造型 就是大媽的造型 全部都都聚在一起 你看 韓劇假的啊 妳 其實啊 其實我這個頭髮也是轉 就是燙頭髮的話 變成阿姿媽的頭了 對 就是納豆哥一樣 納豆頭 就是很 因為那杜哥的話他有染頭髮 比較時尚 對 但是韓瓜這麼都是會染黑色 他們真的 一群人都一模一樣的髮型 你在國外就遇到韓國團 就是都穿紫色 然後桃紅色的 甚至連保溫品都一樣 頭髮都捲捲的 一群一群都看得出來 還要有保溫品 要有保溫品必備喔 對 打開的時候有那個中藥的味道 跑出來 不是中藥味道 好香喔 燒酒 燒酒 喔 哇 那也是做 那日本呢 日本的 日本的大媽很有特色 而且大阪的大媽 真的很愛傳那個 鮑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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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顏色越多越好 很時髦 跟別人不一樣的衣服 就很有特色就對了 很有特色 沒有 她的這隻老虎 還有很多種嘛對不對 就完全不一樣的 然後 大阪也有那個 大媽也有那個 糖果的文化 聽過嗎 阿妹講 就糖果 糖果什麼意思 大媽每天帶兩種的那個糖果 對…口袋裡都會有 為什麼 一種 一種是給別人的 以前買過的那種 開打開年々的那種 放久了 然後另外一種是 自己吃的 比較新買的 好吃的糖果 然後 就那個路上看到有人咳嗽 或者是昏倒的人 就馬上 馬上給 吃糖果 阿妹講 吃糖果 阿妹講就給糖 就喝起來就OK嘛 很貼心 很溫柔 我們的大媽很溫柔 這點我有發現 日本的大媽真的會 在口袋裡放糖果 對 而且他們在路上 一直在尋找目標 看有沒有人昏倒 就給她糖果 就是她就成為 她的做好事 因為像做好事的感覺 日本糖果昏倒 每一個人能流上街去 照顧大家 對 照顧 對… 看到有人咳嗽 血糖很低的時候 給妳糖果 那一定要拿嗎 一定要拿 因為妳血糖很低 立心就一定會不會倒 對啊 早快昏倒妳吃就好了 拿來不一定吃是不是 週一至中午晚間九點 週年綜合台 同學來了